昨天人力银行也公布了 劳工职业灾害现况调查 发现有三成的劳工 因为工作的环境 是引起了慢性疾病 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病 还有哪些调查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 根据这份最新的 劳工职业灾害现况调查 在2017年全年 平均每天都会有1.5人 因为自灾死亡 光是7年职业灾害 导致伤病 失能 或者是死亡给付的人次 就有50385人 另外在职业病导致的伤病 失能死亡给付的人次 就有630人 根据这样的数据统计 职业灾害加上职业病 所导致的工伤事件 两者合计就有51015人 其中更是有558人 是因为自灾死亡 2556人导致失能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558名因殖灾死亡的劳工当中 有30人死因是因为过劳 这样换算下来 平均每天就有1.5人送命 什么类型的植物 最容易造成工上意外呢 根据这份调查可以看到 前5名的职业包括 第一名有16.7%的从事机械模具 生产制造 其次是占13.6%的业务贸易 客服门市 接下来是10.5%的美容美法 餐饮旅游 还有10.1%的管理幕僚 人事行政 第五名就是占7.5% 从事维修加工操作技术 那这些行业又会产生 哪些的影响 造成职业伤害呢 这份调查统计 六成劳工曾经因为工作受伤 或工作环境引起身体不适 主要的原因 前5名有42.7%的身体特定部位 使用过度 像是手 脚 眼睛 或者是喉咙 33.9%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 32.6%是因为工作特殊的姿势 造成身体伤害 27.3%在工作过程中发生意外 还有就是25.9% 用餐时间不固定 长情宵夜 造成肥胖等慢性病 这些原因也引发 睡眠关节受伤 内分泌系统失调等问题 可以说是双重影响 劳工的身心健康 最后一个令人难过的数据 就是发生工伤意外的劳工 有近四成仍然是在治疗附件中 有两成28.3% 以及造成永久性伤害 因此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劳工朋友 无论是在执行业务时 受到立即的伤害 或是长期暴露于危害 因此导致疾病 在紧急就医的情况下 记得一定要声明职业劳工的身份 同时向意愿索取收据 并前往劳保局或者是网站下载 填写自在医疗书单 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合退 保障自身的劳动权益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段的说播新闻